月落无提霜满天,江峰雨火队愁眠,孤苏城外寒山寺,夜半钟声道客传,唐朝诗人张继以风桥叶博,这首诗,使寒山寺扬名天下,每逢新年,寒山寺都要敲钟一百零八下,为新年祈福,为何寺院的钟? 要敲一百零八下呢?这其中是有缘由的,钟,庄重平稳,端正安详,自古即位寺院中重要的法器之一,寺院的钟分为范钟,患钟两种,范钟专司召集众人,或为朝夕暴时之用,患钟则为法会,节庆通告博士开始之用,福寺大殿前左右两边通常都建有钟鼓楼,分别放置钟鼓,寺院僧人于每日朝课与西灯之前都会敲击钟鼓, 称为陈钟木骨,据百丈新规,法器中在,小鸡则破长夜,井睡眠,木鸡则绝昏渠,书明媚,寅处遗缓,扬生欲长,凡三通各三十六下,总一百八下,所以敲钟也有讲究,陈小敲钟,是警醒世人自无名长夜中觉悟,晚目敲钟,是唤醒世人的昏暗迷惑, 又称为幽明钟,寺院敲钟是早晚各敲一百零八下,晚上先击鼓在敲钟,一边击鼓一边持咒,击鼓后再敲钟,晚上的敲钟先慢后快,慢十八下,快十八下,反复三次,即一百零八下,早上则反之,先敲钟后击鼓,钟先快后慢,为什么钟要敲一百零八下? 这里有多种说法,一种说法是,一经认为九玉一吉祥,一百零八是九的倍数,是至高无上的象征,另一种说法是,佛教人,为人在一年中有一百零八种烦恼,钟响一百零八次,则除尽人间所有的烦恼,因而,佛诸也是一百零八可,念经或十咒都是一百零八变,汉朝般故传百古通义中记载,钟者,动也,炎阳戏于黄泉之下, 动养万物也,大义是说,钟能聚集地下的阳气,敲钟可以把阳气从地下换出来,滋养万物,古人有除夕夜壮中其福的传统习俗,人生的一百零八种烦恼,随着悠扬的钟声随夜进,新的一年破晓来,还有一种说法是说,壮中一百零八下,极为一年之一,因为一年有十二月,二十四节气,七十二后五日以后,共一百零八, 像征年年循环不息,天长地久,明朝学者狼英传七修类稿,事物类,钟声述诸上记载,钟声,陈昆寇一百八生者,一岁之一也,盖年有十二月,二十四起,七十二后,正得此数,据传,四任状中的传统,源自于南朝梁武帝, 他曾向高僧宝质和尚请教,如何才能摆脱地狱之苦,宝质和尚回答,人的苦痛不能一时消失,但如果能听到钟声敲响,苦腾就能暂时停息,于是,梁武帝就像赵令自愿,每日都要壮中。